自古名师出高途 不论在哪个行业都希望自己遇到清囊相受的好师傅 好的师傅不仅能让自己快速成长少走弯路 学到自己花再多时间也不一定能掌握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良师益友 在共同前进的道路中影响自己的处食皆物 对于师傅来说 教会徒弟意味着日后会对自己产生严重的威胁 所以通常选择暗自留一手 至于徒弟能参透师傅教授的多少精髓 就靠自己的修行了 但古代有意其人 只学到了师傅一点皮毛 就能把整个汉朝搅得底朝天 是哪位人士呢 陈希是战国末年 魏国晚渠县人 由于秦军的大肆进攻 魏国遭到攻陷 归属在了秦国的统治下 后刘邦光复卫帝 陈希在感恩之余 决心率领自己的军队投靠到刘邦回下 武安侯刘邦三年 刘邦结束了秦国多年的大一统局面 建立西汉 建国初期 功臣一律赐绝为侯 陈希就在此列 这一次的大赏赐 在史上也是实属罕见 唯一一点的可惜之处就是 并没有给他们真正的封地 持有名头 汉王刘邦三年 陈希领命 跟随韩信征战待地 最终得以平定 此后陈希不仅与韩信 建立了深刻的友谊 也受降于韩信的战术 比如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背水一战 石面埋伏等 陈希骁勇善战 看到韩信仿佛找到了伯乐 对韩信十分信任 汉高祖七年 韩王信在代国被匈奴人策反 既然反叛 那就不敢在西汉的地盘再待下去 只能逃亡匈奴 之前 刘邦信扶韩信的本领 便让他驻扎在军事要塞 防止匈奴进攻边界 可如今 看到自己如此看重的人竟然叛变 立刻带兵前去平城进行讨伐 随后 刘邦命自己的二哥刘仲为代王 管理代帝 许是刘仲没有带兵打仗的本领 匈奴人一起出兵进攻 刘仲就马上弃国 灰溜溜地逃回洛阳 刘邦得知后大怒 作为自己的兄长 还干出这么丢人的事 就下令便刘仲为和阳侯 令儿子刘如意补此位 而后刘邦思来想去 认为代帝是与匈奴交界之地 地理位置过于重要 匈奴必会无止境去攻打此地 应该派一个靠得住 且有看家本事的人 去镇守代帝 这时脑海中出现了陈希的身影 作战经验不乏 有谋略 对自己忠心耿耿 实为不二人选 陈希由此封为代丞相 看守赵代两国的边防部队 手握西汉北部边境的兵权 自己手握的兵权大了 话语权也就大了 升职对任何一位官员来说 都是十分珍惜的 陈希也想通过保卫国家 进一步得到刘邦的器重 本是好事 可临情前与韩信的相见 却使这条道路的前行 有些沉重 陈希前去跟韩信辞别 韩信看着她 撇去随从 跟陈希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有些话 不知你可否一听 陈希向来尊重韩信 便请韩信赐教 韩信继续说道 你领命前去的地方 想必你也清楚 北面的敌军想要进攻西汉 那里便是第一道防线 皇上看重你 让你前去镇守 若以后有小人跟皇上报告 你有反叛之意 第一次皇上绝对不会信 但是有第二次 第三次呢 他还会不起疑心吗 韩信看了陈希一眼 说 我在中央为你起誓 咱们二人合力 那天下就唾手可得了 其实韩信说这番话 也是因为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 当年镇守带地时 被匈奴人包围 危情之下 韩信想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便派了使者数次前去 与匈奴人说和 好不容易坚持到援兵赶到 却被人物以为 私下与匈奴人勾结 最后被贬 血淋淋的教训 不想陈希再经历 陈希仔细琢磨这一番话 认为韩信分析有理 自己很有可能会因为谗言 导致刘邦的不信任 得到惩罚 并且看样子 韩信已有谋反之意 自己承认韩信有能力 即使一律 未权打消 还是先允许了韩信 陈希从小就十分仰慕 魏公子信邻君 为人做事 也深受他的影响 所以结交宾客 礼贤下事 这种平常之事 却被周昌放大 周昌是赵国的总执事 回宫跟皇帝觐见 说他结交了众多宾客 还手握重要兵权 指不定早已盘算谋逆之事 刘邦听后不但没有质疑 反而去搜集这些宾客 各种违法犯计的事 陈希知道事情非常严重 刘邦一向手段很绝 牵连到自己 恐怕向上人头不保 便派人去找韩信的属下 通信商议 刘邦父亲逝世 陈希怕回都降罪 久称病在家 引起了刘邦的强烈不满 加上韩信不断地灌输策反仪式 陈希终于下定决心反叛 并自立为王 以赵代两地为领土 刘邦想不到 陈希真敢反叛 还将自己令他镇守的地方 作为统治区 各种情绪夹杂在一起的 刘邦立即出兵 到达邯郸后 分析完一番形势 便不再愁眉不展 看出陈希谋略 还是过于嫩了 见不起什么大水花 刘邦回头又问周昌 赵国还有何人可用于打仗 周昌告知只有四人 刘邦便命人把他们召集起来 先是一顿责骂 令他们羞愧不已 后又赏赐官职与财物 周围人疑惑难解 看不懂他的操作 其实是他在布局 刘邦又问 陈希的将领都有何人 周昌回答道 王皇和曼秋成 但二人此前皆为商人 刘邦欣喜 知道这样就更好办了 在道上散布消息 用王皇和曼秋成的人头 可换取丰厚的报酬 其余人则直接用金钱诱惑归降 仅这一步 就是陈希的部将大伤元气 这还不够 刘邦召集兵马 问到梁王时 梁王居然称病 只盼了将领前去会和刘邦 刘邦非常生气 陈希也不是吃素的 看到刘邦开始进攻 也迅速调整策略作战 先是让将领猴场 带领一万多人马 开始流动作战 再命王皇驻军驱逆 双方开始混战 刘邦并没有小看陈希 对于这一次的战役 他调动了自己麾下尽数的将领 和梁 赵 齐 燕 楚等诸侯国的军队 发起了大规模的讨伐 逐个瓦解陈希各个将领的部队 从陈希的丞相侯场的部队 到将领张春的部队 再到陈希的别将 匈奴人 王皇的军队 陈希的军队最终遭到溃败 看高地十二年 陈希在灵秋被繁快的军队所斩杀 战役终于落下了帷幕 陈希若不是被韩信挑拨 站错了队伍 或许他能一直被刘邦提拔 带着封功伪绩 告老还乡恩责后世 就是这样一个只学了韩信皮毛的武将 却掀起一场让整个西汉 共同讨伐的战役 可见非同一般 正是因为如此 陈希在史上留下了一笔浓重的色彩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要军功有军功 要资历有资历的人 会没有任何个人传记呢 其实太史公早就悄悄地给出了答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陈希的籍贯 陈希者 晚渠人也 这个晚渠是哪里呢 小编特意查了一下 山东省何则是西南 你可能对这个地方没有印象 没有关系 小编提示一下 在史记高祖本纪里 有这么一句话 山府人 吕公善配令 必愁从之客 阴家配焉 吕公大家都知道 那是刘邦的老丈人 他的老家在一个叫做山府的地方 你说巧不巧 这个山府地区 对应的恰是如今的 山东何则是善县 事情到了这里 似乎一切都说得通了 这个陈希和吕后家族 是绝对的老乡 而我们都知道 由于诸吕之乱的关系 吕后及其家族 在大汉帝国建立过程中的 所有事迹 除了高太后本纪里的那一句 左高阻定天下之外 基本都被删除了 那么 作为吕家的老乡 极有可能是家臣的陈希 他在大汉建立过程中的功劳 自然也是要隐去的 所以说 这个被刘邦看重 又被韩姓拉拢的陈希 绝对是汉初之计的一员猛将 只不过由于政治的需要 他的事迹被人刻意删除了 当然 以上种种大都是小编的推测 至于真相到底如何 只能期待新的考古发现了